列隊歡迎來自全台各地實業家 到高雄敬司堂 參加敬司人文饗宴 我們如果看每一遍有災難出來 第一次看到的 是都穿衣服的 穿的旗袍的 上門照的也是那些 我就很感動 就開始安靜下來 然後思考一些問題 差不多20年前我回花蓮一次 所以說這一次本來要回花蓮的 原先三天在花蓮舉辦的生活營 因為疫情縮成一天 上台分享的志工人生故事 說盡美人的心坎裡 林醫師兄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人生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 我只是回到原點 沒有走出來 今年我才聽懂師父的話 實際這個大家庭 是一個很好結緣的地方 中午休息時間來場蔬食饗宴 這次的學員很多都是醫療相關人員 放下腳步把門診 就是稍微那個休息一下 如果用不同的觀念來看的話 病人的病痛會感受的不一樣 對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所以這些蔬食話其實 我們也常聽到就說吃素就是環保 還有李壽權老師用歌曲療癒心靈 一張紙條給他 請他寫推速時的歌 吃素其實是最大的環保 就覺得忙忙碌碌 然後今天來突然發現自己可以靜下心來 然後可以聽一些人分享一些人生的故事 其實背後都有很多 他們該經歷的一些考驗 那我覺得利用這些來反思我們自己 希望他們回到自己的家裡 可以因為今天的人文晉思饗宴 可以滿滿的愛帶回家 人文饗宴皆以老中親三代 共200多人參加 希望透過一日的經濟 把善循環棒棒相傳 大愛小姐新王朝中高雄報導